大家好 才2月份 大湾地区就进入春暖花开的时节 Costco也顺势推出各种花种 这些花种每包都是15块9.9 根据品种的不同 囚禁的数量也不一样 相同的是 这些囚禁大多是春天种植的 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 我们也找出了种植它们的小贴士 但愿到时能如其开花 这些小贴士是 1.在春天种植 2.如果一下种不完这么多 把它们保存在阴凉干燥黑暗的地方 比如地下室或者车库 3.最好种在疏松易于排水的土壤里 4.最好成组种植 5.这样看起来漂亮一些 5.为了延长花期 可以间隔几个星期来种植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Costco都有哪些花种 它们的习性又怎样 5.美人椒 大片的像芭蕉一样的叶子 有热带风情 即使不开花 叶子都很美丽 硕大的花朵 颜色艳丽 只要阳光充分 会由初夏 一直开花到落霜 中植时 在土面下 约2-3英寸的深度 摆放块茎 块茎上有生芽的地方向上 然后盖土 浇水 浇水 只要天气够暖 一两个星期后 就会发芽 较冷的地方需要长一点时间 摆核花 百合花颜色明亮 花形大方 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成为广受喜爱的芽花 尤为适合做茶花瓶 是家居摆设的理想之选 种百合可以在春天 也可以在秋天 百合的开花期 在6月至8月 品种不同 开花的时间 也是不同的 种植时 囚禁一般可以种到约4寸深 大颗的种深些 小颗囚禁的 种浅些 百合喜欢酸性土 土壤排水 一定要好 如果积水 囚禁就会腐烂 种时 选有充分阳光 但又不要被震入阳光猛晒的地方 建兰花朵由夏一直往上开 有节节高深的好彩头 它的花是一朵一朵的开 开花时间可以持续很长 一般在七八月份开花 种植建兰时 囚禁最好埋在10公分的深度 花泄后 囚禁的护里和玉丁香水仙花一样 剪去花茎 保留叶子 进行光合作用 使地下茎 可以继续 吸收营养 明年 才会继续开花 马蹄莲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 开花时 像是生殖了极背的高贵树女 高贵优雅 花苞硕大 如马蹄一般 没有花瓣的成蝶 高雅和清纯 马蹄莲喜欢半阴的环境 对水的需求比较大 需要橙胶水 颜色不同的马蹄莲 花期是不同的 这是一种形状奇特的花 花色独特 如鸳是蝶 叶片清脆碧绿 是溅若带 树有彩虹女神爱丽丝之名 是园艺花会中 独特的存在 最好在秋天种植 六月初开花 春天种植的话 要等第二年再开花了 种植荷兰圆尾花的囚禁 不必埋得太深 只需五六厘米的深度就行 大理菊 又叫大理花 大理花的花形多样 花瓣很多 外形大多像菊花一样 有些花瓣呈管状 向四周深处 有些向内卷曲 呈圆筒状 颜色 更是五彩缤纷 还有双色的 是很多园艺爱好者 痴迷的花类 花期是七到八月份 汽温 气温到二十度时才种植 种在十二厘米的土底 种时无需浇水 只要天然雨水就够了 一定要选在阳光充分的地方 一天最好有六个小时的日照 舌边菊 又叫马尾花 每年夏天开花 有长长的花柱 小纸花生在柱上 由夏开到上 花朵吸引蜜蜂蝴蝶鸟 鸟类 很适合平茶或者做干花 除此色外 也有白色花 即粉色花 种下快净后 在十八到二十二度的条件下 二十到三十日就发芽了 七八月份开花 花期可持续到十二月份 它喜欢阳光 最怕土壤挤水 也不易多浇水 海棠花 也叫秋海棠 可能是一年生植物中 最多样花 种类最多的 有大花的 也有小花的 令人眼花缭乱 它喜欢阴凉的地方 遇到较热的天气 必须多浇水 花期从四月一直到十月 花谢后 最好立即摘花 这样才有新的花朵出现 如果不摘花 茎会越长越长 就没有花了 快茎也是种在十厘米的土下 火星花的花朵 排列成一只只 危险弯曲的圆锥花絮 从葱绿的叶虫中 向外生吐 高低错落 苏米有致 是欣赏价值较高的花卉 它是多年生的 囚禁栽种深度 为三到五厘米 喜欢充分的阳光 6到8月份开花 此外 火星花囚禁的自然繁殖能力较强 一般 三年分一次囚禁 好 这期就介绍到这 我们还会继续跟踪Costco的花种 到时再组介绍 希望这样 能在挑选花种时 有一定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吕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